俗哥说电影 帮你能听懂 今儿给大伙聊一部美国的恐怖片 《亡灵》 影片一开场 作为美国大兵的大眼哥呀 正开车拉着战友在中东地区执行任务 一帮人刚走到半路啊 一倒霉孩子突然出现 把大眼哥吓得当下就是猛的一颤 酱油哥说千万不能停车啊 万一要是一圈套 咱全都得叫饭票 大眼哥说我必须得冒这个险了 不然咱的戏就没法往下演了 大眼哥端着枪正瞎悬磨的时候啊 葬尸游击队突然就出现 这哥们当时就领了好饭 大眼哥的葬礼啊还是比较隆重 由于这过程比较长啊 大家也比较忙 神父按照县城的文案念了一遍之后啊 不等大眼哥下葬 亲朋好友全都回家吃饭 到了晚上 大眼哥的好基友胡子哥和金发妹 还有大眼哥的女朋友大兄妹 在酒吧边喝酒边现出来 三个人围绕着大眼哥 到底是上了天堂还是下了地狱 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金发妹说从大眼哥的人品来看 无论是上天堂还是下地狱都说得过去 大兄妹说你的好基友交了饭票 可你一点都不难过 你到底是怎么做到的 胡子哥说主要是我吃了药了 大兄妹说我跟大眼哥正处在热恋阶段 他这么突然领了盒饭 我可怎么办 胡子哥说天涯何株不芳草 这个死了咱再找啊 你要是实在熬不过去啊 我先替大眼哥跟你闷着蜜 哎呀 王者尸骨未寒 这俩人就亲上了 那大眼哥能含笑九泉吗 果不其然 到了后晚夜 变成丧失的大眼哥从棺材里就爬了出来 他对着镜子一照 自己把自己都吓了一跳 转场之后 大眼哥来到了胡子哥家 胡子哥开门一看 当时就吓尿 说哥们你可不能开这种玩笑啊 这到底什么情况啊 大眼哥说我也不知道 胡子哥说你现在的样子真他妈吓人 而且你身上的气味也特难闻 大眼哥说甭嫌扯淡了 快给我弄点饭 可这哥们刚吃了一口就憋不住了 吐的是七魂八素 胡子哥一看这也没法办理 急忙把大眼哥送进了医院 护士小妹说大哥你的美瞳不错 应该是进口货 大眼哥刚脱掉上衣露出胸肌啊 当时就把护士小妹给吓懵逼了 在外边等信的胡子哥 突然发现医生护士一阵的骚乱 就意识到事情不妙 急忙拽着大眼哥仨子就留了 两人回到家 大眼哥突然躺地上就不动了 原来大眼哥这种丧失有个特点 那就是白天睡大觉 晚上吓唬闹 随后胡子哥把作为护士的金发妹叫到了家里 金发妹测了测大眼哥的心跳 说这孙子已经死翘翘了 不过从你的描述中来看 大眼哥已经变成了取血鬼了 为了避免他晚上出去兴风作浪了 你应该先砍掉他的头 然后再狠狠地捅他的心脏 胡子哥说他可是我的好基友啊 我可下不了手 金发妹说事儿呢就是这么个事儿 你要是不按我说的做 早晚会惹出大祸 到了晚上 大眼哥准时复活了 不过面对着胡子哥给自己做的饭 他却是难以下咽 大眼哥说这玩意儿不行 你得带我上医院 转场之后 大眼哥提着包来到了医院 很顺利地就摸到了血裤 当他正准备偷自己的晚饭的时候 酱油婶突然出现 酱油婶说你哪个科室的 有工作证吗 大眼哥掏出枪 说这就是我的工作证 你赶快我闪开 不然我就要了你的命 酱油婶说大兄弟你别冲动 你到底要什么血型呢 大眼哥说我还什么血型 什么血型都行 酱油婶边拿血袋边教育大眼哥 说大兄弟你这种人我见得多 我看你相貌忠厚一定还有救 你现在跟我走 我带你到公安局去自首 大眼哥说你的废话怎么那么多 你要是再跟这儿啰里巴说 信不信我把你打成马蜂窝 两人在争执的过程中 大眼哥的墨镜突然掉了 这些可把酱油婶彻底下尿 喝完血的大眼哥立马就来了精神 两人开着车在街上是到处下轴转的 是一会儿到酒吧喝喝酒 一会儿跟女孩撤撤蛋 这一晚上过得甭提多浪漫 虽然这大眼哥晚上闹得挺烦 可这天一亮就变成跟死人一个样 到了晚上 当两人刚从超市出来 突然就被光头叔给打劫了 光头叔说别跟我耍花招啊 手机钱包赶快给我往外套 不然的话我让你俩全爆笑 大眼哥刚想反抗啊 光头叔碰的就是一枪 可此时的大眼哥早已是不死之身了 除非把他头一砍掉 不然谁也别想让他交饭票 光头叔一看当时就慌了 又连续向大眼哥开了几枪 这时候胡子哥把握住时机 上去就把光头叔给砸懵逼 两人把光头叔抬上车之后啊 胡子哥说不错不错 你今儿晚上的饭呢就捉落了 麻烈的赶快喝这寸寸的鞋 大眼哥搂着光头叔的光头啊 作的那个有劲 他光头叔作的很快就断了气 随后两人开车来到了桥上 在光头叔身上绑上了石块 然后把尸体扔到了河里 第二天的一早 金发妹带着大眼哥的女朋友 大兄妹来到了胡子哥家 大兄妹一看激动的是花枝乱颤 金发妹说咱不能再这么吓唬闹 必须把她的头砍掉 大兄妹说开什么国际玩笑啊 你们都出去啊 我要跟大眼哥睡觉 一看身边居然躺着大兄妹 这心都碎 大兄妹说这可真是个奇迹 就是不知道你还能不能 跟我闷得蜜的 转场之后 胡子哥和大眼哥去超市购物 再次遭遇到了抢劫 老抽哥说都别动啊 谁动要谁的命 哎呀这俗话说坏人死于话多呀 这哥们抢完钱不说赶快撒子撩 还在那啰里把锁 大眼哥实在是受不了了 和老抽哥对射了一枪啊 这老抽哥当时就领了便当 老板说你们想吃啥 我这店里的东西啊 你们随便来 接下来呀这哥俩为了大眼哥的 一天三顿饭开始蛮干 经过一系列的行动 让很多犯罪分子都领了好汉 在一次行动中 胡子哥不幸中了蛋 为了挽留住自己的好基友啊 大眼哥上去坑吃就是一口 第二天的晚上 胡子哥成功转型 继续跟大眼哥出去暴打不平 这哥俩既能吃上一口热乎饭 又能保住人 这日子过得甭提有多销魂了 而且两人的英雄世界 还上了晚间新闻 一天晚上 当哥俩刚干掉几个毒贩呢 金发妹突然出现 金发妹说 不能再让你们这样吓唬闹 我得向警察报告 胡子哥上去就是一枪啊 当时就让金发妹交了饭票 大眼哥回到家 发现大兄妹正在等他 大兄妹说 我想变成你的同类 你赶快吸我的血 这样咱俩以后就可以一起睡了 胡子哥说 你这个笨蛋 怎么能这么干呢 你可不能让他像咱这样 为了吸人血 整天在街上到处游荡 你现在必须把他头给砍掉 让他到阳王阳那儿报道 大眼哥说 你可别开国就玩笑了 我可做不到 为了让大兄妹的灵魂得以解脱啊 胡子哥说 那天参加完你的葬礼啊 我跟大兄妹就开上车 大眼哥一听就急了 说你这个王八蛋 我现在就要让你两个判 随后两个好机友 便对着打手枪啊 叮叮叮咚咚咚咚 可两人互射了半天呢 谁也领不了便当啊 为了不让大兄妹 像自己这样活受罪啊 大眼哥一狠心 把心上人给夺碎了 胡子哥在街上把妹的时候啊 突然遭遇到了 之前被他们干掉的光头叔 光头叔说 孙子没想到吧 哥们也变了意了 今儿我就送你下地狱 大眼哥刚回到家啊 就收到一块地 他打开一看 这当下就是猛的一颤 由于这画面比较香艳 苏哥就不给你们看 胡子哥的人头说 电影马上就要结束了 你得赶快送我上路 说实话 这场戏还是挺感人的 面对着胡子哥的头 大眼哥是T类行流啊 大眼哥说 咱俩可是好机友啊 黄泉路上必须手牵手 处理完胡子哥之后啊 大眼哥便打算自杀 可又是开枪爆头 又是上吊 就是没法交换票 眼瞅着胡子哥 在黄泉路上越走越远 大眼哥彻底激眼 他来到地铁站 纵身一跳 可胳膊都压断了 还是没领着好饭 大眼哥心想 这个怎么办 而就在这个时候 酱油姐突然出现 这酱油姐飙肥体壮啊 当时就勾起了 大眼哥贪婪的欲望 接到报警的警察 开始追杀大眼哥了 但子弹浪费了不少 还是让大眼哥就跑了 第二天那一早 大眼哥终于被军方的 生化部队给豁捉了 影片的最后 大眼哥连同其他一些丧尸 被空投到了伊朗 一场生化战争正式打响 看完这整部影片 我们还是来手唐诗压惊吧 此片风格太多变 看得当下猛一颤 尤其这对好机友 得为哥俩点个赞 请不吝点赞 订阅